我不要赶紧 太强烈了之后 他就逃我的反护 他又贫贫当手 我说你 我身体不好 你这香港人 你到底就死 大家好 我是元宝 今天呢 我们来讲述一起 发生在广东省的命案 这起案件在当时 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因为本案的凶手 在被捕之后 供述自己的动机 挺离谱的 他说呢 是老婆频繁的跟他 要过这个夫妻生活 才让他心烦意乱 导致他杀害妻子 并且对折 埋进了厂户的地下 而且根据媒体事后了解 被他杀害的妻子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人 持假勤劳 还有一些剩余通脑 凶手呢 则是没有工作 还背负着债务 妻子呢 都没有离开他 最后呢 还被他以求爱太平凡 对自己太好为理由 将其杀害了 那么事实正就是这样吗 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接下来开路本起案件 我的老婆太爱我 在2011年的3月15日 第一点是广东省 应德市爽在村 这一天 郑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男子声称 自己的躺扫谈禁 已经半个月没有见到人了 而且也联系不上 他感觉非常不对劲 于是希望警员来调查调查 派出所的警员呢 现实来到了爽在村 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 只有几百人 平日里啊 年纪大的人都是务农为主 年纪轻的人都外出搭工了 谭进的住所就在村口 经过了解呢 谭进当时已经35岁 有一儿一女 女儿呢 49 儿子18 都已经辍学外出搭工去了 平日呢 就跟36岁的丈夫徐旧在家 说到这儿 大家也不用吃惊 谭进确实早早就生下了孩子 而且这家人家 与其他男人出去赚钱 女人在家乌农的农村家庭还不同 他家是反了过来 谭进平日里外出打工 农活也是自己忙活 而徐旧则每天就在家 与左邻右舍 烙假茶 喝茶水 悠哉得很 而警方当时经过 与丈夫徐旧对话下来 就发现这个人似乎也不太正常 按照道理来说呢 这妻子不见了15天 是不是这个丈夫最应该召集呢 而面对警员的询问呢 徐旧就很平静 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问到妻子干嘛去了 他就说打工去了呗 他还能干什么呢 细心的警员呢 就开始在村众调查起来 对于谭进村众的人 对他的口碑都很不错 左邻右舍都夸他 这是一个能干的女人 好女人 也没有什么作风问题 勤俭持假 性格也好 那警员又问 那跟徐旧的夫妻关系如何呢 邻居们都说 应该啊还可以啊 劳夫劳气了 小吵闹肯定是有 但是没什么大事 而且徐旧啊 都是靠他老婆来养的 他不可能干什么的了 说着呢 都哈哈哈哈的笑了起来 可就因为这句话 警员也提高了警惕 这似乎里面有情况啊 于是呢 就在此对徐旧的假 进行仔细的查看 果然就发现了一些 不寻常的地方 当时呢 警员在徐旧的卧室 发现了一对稻谷 当时呢 正是稻谷收割的季节 一般农村家庭啊 都要把稻谷 撞进这个鞭子袋里面 白铁再拿去晒稻谷 目的是防止超市 而徐旧则把一对稻谷 就堆在了卧室地面上 这就很反常了 警员问到 你为什么要把稻谷 放在这呢 徐旧说 放不下了 就堆在这呗 警员又问 那你外边的稻谷 怎么都整齐的装好了 马来那呢 唯独这一些稻谷 你要放进卧室呢 徐旧说 哎呀没有袋子了呗 说这话的时候呢 徐旧就没有了 刚才平稳的状态 语气略显浮躁 接着警员没有说话 则是继续查看 经过仔细的砍验 警员发现在 隔壁卧室的床上 发现了一些血迹 派出所警员 马上封锁现场 并将此事通知了 应得市刑警 刑警很快来到了现场 对徐旧的住所进行砍验 发现卧室床上的血迹 属于碰溅型血迹 并且在拓鞋 家具上的一些地方 都发现了类似的血迹 而且警员还发现 他们家的厂裤 用了三把锁头锁起来 这很反常 并且检查发现 有两把锁是后架上去的 于是就将厂裤打开 当时徐旧的脸色 就已经非常难看了 警员进入厂裤 一股子浓烈的臭味 夹拿着血性味 是扑面而来 再经过砍验 发现地面处 有冻土的痕迹 于是警员立马开网 果然没有多久 就挖出了一个蓝色的编织袋 还带着血迹与恶臭味道 徐旧看到这一幕 是深吸一口吸说道 谭静是我杀的 接着徐旧就被带回了警局 回到警局 徐旧开始供述自己的 犯罪经过与谭静的过往 他声称杀害谭静 是因为这个女人 频繁的要求跟自己发生关系 弄得自己是信烦意乱 而且他十分怀疑 妻子在外打工是不是有人 于是在2011年的2月27日 当晚拒绝妻子的求爱之后 信烦意乱的他 就拿出父亲穿给他的杀猪刀 插进了妻子的心脏与杆布 之后将撞道骨的袋子 腾出来一个 将妻子以雾拨网 用锄头砸起妻子的腰部 并将其对折 撞进了鞭子袋中 接着用锄头 在家中的藏户地面 挖出了一个坑 将妻子埋了进去 说到这 大家可能觉得 这正是他杀害妻子的理由吗 按照原片与资料来看 还正是 可这一切想法的产生 还要从这二人的警力说起 二人都是爽在村的人 从小就认识 当时徐旧的父亲 在村里面做屠夫 小日子总的来说 过得还可以 在1991年 徐旧15岁那一年 就与14岁的谭景 走到了一起 二人也没有白酒席 也没有领证 就在一起过上了日子 接着在1993年和94年 儿女是相继出世 当时徐旧的父亲 也已经去世了 家中就得靠徐旧 这么一个男人了 可徐旧这个人呢 有点好高无远 总想着发大财啊 于是呢 就研究起了六合彩 可没有多久呢 他就把父亲留的那一点底子 是竖了个金光 并且还欠了不少的外债 可他还是不死心 继续想铤而走险的 继续发财 于是就研究起了假钞 当然没有多久 还是被抓了 并且被判刑了 但是呢 面对这么一个丈夫啊 妻子谭禁 还是没有离开他 并且自己外出打工 农忙的时候 还要回家务农 还把照顾不了的地 租给别人种水道 总的来说 一年下来 这一家人的开销 都是指望谭禁的 可毕竟谭禁 也是一个农村妇女 孩子教育这方面 他也教育不了什么 也不会教育 于是呢 儿女们上完中学 就外出打工了 所以从这来看呢 家中就一个徐旧 是闲人 而根据徐旧的描述呢 自己在出狱之后 回到家中啊 心情就很郁闷 自己的精神 好像也受到了什么刺激 每一天都不知道 再想一些什么 当时呢 看妻子依旧努力生活 还对自己这么好 帮助自己还债 他内心有的不是感谢 而是愤怒 觉得自己是一个吃软饭的 左连右舍都看不起自己的 他就有着很大的心理 压力在信上 但是原本还是那句话 那你就出去打工啊 大老爷们有手有脚的 这点日子都过不好 你还能干嘛呢 还怪妻子他能干 最主要的是呢 这种人呢 光逼逼啊 平日里呢 还不是小茶水喝的挺安逸的吗 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呢 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也要一个发泄口 可谁能让他发泄呢 于是对他最好的妻子谈禁 成为了他的目标 当时呢 他就经常找毛病 跟妻子吵架 还因为妻子 经常在厂子里面加班 怀疑妻子在外边有人 以这些理由啊 进行殴打 就在案发前不久 妻子回家 徐旧看着妻子 笑容满面的样子 他就生气了 他想的是 你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 我每一天都这么难过 你开心的原因 肯定是在外边有人了 才会如此的 于是呢 就找毛病跟妻子 发生争吵 当时呢 妻子也没怎么打理他 就继续着忙着 农活假物的这些琐事 接着呢 时间就来到了 二月二十七日 这一天晚上 徐旧与妻子谈禁 都来到了邻居 张大哥家喝茶唠客 当时徐旧心情就不太好 于是呢 就先回家了 平日里呢 谈禁与邻居们相处的都不错 这一回来呢 话也就多 这一聊就聊到了 晚上十一点左右 回来后的妻子呢 看徐旧还没有睡 妻子啊 可能也是觉得 夫妻平日也不怎么太见面 再加上她知道 丈夫心里不好过 于是呢 就想跟丈夫亲热一下 原本有可能啊 女人以为这是一个讨好丈夫 或者说是让丈夫心里 束畅的这么一个方式 可没有想到 却成为了徐旧发疯的理由 当时徐旧就狠狠的拒绝了妻子 妻子见状呢 也没说什么 就去了隔壁的卧室睡觉去了 可这一遍 徐旧的脑袋就闲不住了 当时徐旧就在想 为什么妻子这么开心 啊 对自己这么好 这不合一常理啊 还有他欲望这么强烈 我又不在他的身边 那他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是怎么排解欲望的呢 哎 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加班 是不是就是干这个事去了呢 接着呢 更多杂气杂八的想法 就随之产生 这让许旧就烦灶的不行 心想要不一起死了 就算了吧 啊 于是呢 他拿出父亲传给他的杀猪刀 走到了妻子的卧室 二话不说 一刀就插进了妻子的心脏 接着呢 又插进了杆布 妻子谭景就这样 带着难以执行的表情 死掉了 而且这时呢 这个沃囊飞 懦夫的一面 就展现出来了 前面不是说的吗 他想的是一起死算了 可刚才在刺萨妻子时 不小心他就被刀给划上了 他感觉到很疼 于是呢 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算了 那还是妻子你一个人去死吧 所以呢 他就让妻子对折 撞进了变子袋 买好 接着是清理现场 像没事一样生活 接着堂弟呢 发现呢 这个堂嫂好久不见了 就觉得不对劲 于是呢 就报警 接着呢 就发生了我们开头 所讲述的那一幕 做工做不了 又还要靠他养我 按道理来说 就是我养他还对的吗 但是他反过来 他养我了 他养我了 他说我的心里面 不得了 又欠债欠那么多 这样坐下去肯定就会死掉了 就是说了 我心里想就是说太多了不行 那天我就 把体气了 我说嗯 刚才 黄金处行 做得这么痛苦 压力这么大 你说看这次死掉了算了 最后呢 徐旧被送上了法院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没有任何正论啊 说到这呢 本案的基本案情 是讲述完毕的 这是一起典型的握囊费 犯下了无耻血案 也把当今社会一些 恬不知识啊 都迷恬 淡米仇的这种心理活动 描绘的是淋漓尽致 原本敢肯定的是 就徐旧这类人 他发不发财啊 他的妻子谈尽 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好的时候 他肯定会抛弃妻子 差的时候 他不知努力 并且还怪罪于他人 你对他不好 他觉得你这人该死 你对他好 他觉得你这人 肯定是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 才会对他好的 还是该死 因为他就是这类人 他的认知就是如此 如果你没有对不起我 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呢 不管别人 反正我是做不到 以前原本总说 遇到这类人呢 就赶紧远离 然而呢 发现有些时候 也确实不是一个意识 毕竟环境牵挂太多了 只能说呀 要是没有什么牵挂的情况之下 说孩子啊 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遇到一个 之后退些责任的男人 或者是女人 那就赶紧拜拜吧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大家对此案有啥看法和见解 也欢迎留下您的评论 最后还是那句话 愿世界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